大家好,这里是漫游频道 这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锅量挂壁公路 这是一条蜿蜒曲折,崎岖险峻的公路 全长约三公里 沿路悬挂着许多锦旗,横幅 两侧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景色秀美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条美丽而险峻的公路 带给我们的视觉和心灵震撼吧 河南省新乡市徽县沙摇乡 郭亮村的郭亮挂壁公路是一条蜿蜒曲折 崎岖险峻的公路,位于郭亮村境内 这条公路全长约三公里 是连接郭亮村和周边村庄的主要交通路线 有称郭亮洞挂壁公路 郭亮隧道 万仙山绝壁长廊 郭亮村绝壁长廊 始建于1972年 1977年完工 郭亮村 位于崇山峻岭之间 曾是一片孤独而荒凉的绝境 但在这片荒野之中 隐藏着一个神奇的村庄 这里的人们靠着勤劳和坚韧的毅力 在这片险恶的山林之中 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据传 郭亮村的祖先们是为了逃避战乱和灾难来到这里的 他们披荆斩棘 越过险峻的山巒 艰难地来到了这片宁静的山谷 在这里 他们开始了漫长而孤独的流浪生活 但他们却没有放弃 一步步地开垦着这片土地 建造着自己的家园 然而 这个美丽而神奇的村庄却是如此的与世隔绝 出入的道路也是如此的险恶 那条被称为天梯的石阶 是一条狭窄而陡峭的路 完全是由石块或石崖上开凿而成 仅能容纳一人通过 每当村民出入 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踏上这条天梯 心中充满着恐惧和紧张 而牛 羊 猪等牲畜更是需要在小独子时 就被村民抱上来 才能在这片荒野之中生存下来 但是 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住 郭亮村的人们前进的步伐 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不得不勇往直前 穿越崇山峻岭 一步步地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了一个美丽而独特的村庄 如今的郭亮村 虽然依旧与世隔绝 但它却是一座独特而神奇的村庄 它的人们依然在坚韧地前进着 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在这里 十三位村民曾用自己的双手开凿出了一条狭窄而险峻的路 被誉为世界最险要十条路之一 这些十三位村民被人们称为郭亮洞十三壮士 他们的勇气和毅力不仅令人敬佩 更是一个传奇 经过数年的努力 他们终于在岩壁上开凿出了一条长隧道 把原本崎岖不平的山路变成了一条便捷而安全的通道 这条路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 更是一个连接村庄和外界的纽带 将这个小村庄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 这条路并不是唯一的惊奇 郭亮洞还被誉为全球最奇特十八条公路之一 因为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绝美的自然景观和奇妙的地质景观 它的陡峭和狭窄令人心惊胆战 但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 郭亮洞开始开发旅游项目 现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万仙山风景区的第一分景区 这里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和探险 电影举起手来的第一部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为这个小村庄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郭亮洞的13位村民和他们的勇气和毅力 是这个小村庄最伟大的财富 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不仅令人钦佩 更是一个榜样和启示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类的无限可能性 也为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信心 这是一条让人心持神往的美丽公路 当你沿着这条公路行驶或不行时 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不仅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妙 郭亮挂壁公路的起点是郭亮村 当你到达终点时 你会发现这里建有许多休息亭 观景平台等设施 为游客提供了方便和舒适的休息环境 无论你是自驾游还是不行 郭亮挂壁公路都会给你带来一次难忘的旅行 郭亮挂壁公路得名于路段沿路悬挂着许多景旗 横幅 这些景旗 横幅上写有各种寓意深刻的文字和图案 公路两侧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 风鸾叠障 景色秀美 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郭亮挂壁公路的道路狭窄 路况复杂 行车难度较大 所以一些游客会选择步行前往 欣赏这里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 每年春季和秋季 这里的景色格外美丽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郭亮挂壁公路是当地的一张名片 如今 郭亮挂壁公路已成为灰线沙摇箱的知名景点之一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在公路旁边 还建有一些休息亭 观景平台等设施 为游客提供了方便和舒适的休息环境 总之 郭亮挂壁公路是一条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美丽公路 不仅是当地的一张名片 也是中国旅游业的一份瑰宝 值得更多人前来欣赏和体验